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晚宴上 他身旁的大佬对我毕恭毕敬地叫声哨眼 凌晨两点三十分 我接到黄衍衍的电话 傅瑜 我醉了 你快来接我 给你发位置 我定了定神 抄起身边的袋子 起身去接他 目的地是一幢别墅 隔着很远就听到里面吵闹的音乐声和哄笑声 在这静谧的深夜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门没有锁 我直接开门走进去 在快仙翻房顶的起哄声下 黄衍衍和一个男人正紧紧地抱在一起 身体一拱一拱 试图挤破夹在他们中间的气球 看着这荒唐的一幕 我不由地冷笑出声 随着气球喷的一声响 有人发现了我 傅瑜来了 周围哄闹声渐渐变小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看我 再看看黄衍衍 此时的黄衍衍 脸颊潮红 终于松开那男人的脖子 还娇称地笑着 捶了那男人一拳 我面无表情地穿过众人的目光 走到黄衍衍面前 有人在旁边起哄 我们衍衍真是有福气 找到这么个好脾气的24小男友 是啊 听衍衍说傅瑜正和她闹别扭呢 这不还是一个电话就来了 黄衍衍衍说话的那女生得意地挑了下眉毛 仿佛在说 我说吧 她一定会来 是的 曾经的我 已经习惯在别人嘲笑的目光中接她回家了 接她时 我可能会遇到各种超出想象的画面 也许是她早已烂醉如泥 也许是穿着比基尼和别的男人抱着游泳 也许是骑在男人身上给她捏背按摩 再到今天 和男人抱着家气球 她搪送我的话也都差不多 真生气了 别这么小心眼嘛 你知道我的 我就是爱玩 又不会真的和别人怎么样 傅瑜 你没有心 高中时只有我愿意离你这个穷小子 现在我不过是多和大家社交一些 你竟然想阻止我 男人的话果然不能信 是谁说过 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快乐幸福 现在倒好 现在倒是很好 我再也不会阻拦她去追求快乐幸福了 可能是见我在原地走了神 黄炎炎轻轻咳嗽一声 洋装怒道 你不是生我的气了吗 干嘛还来接人家 我默然地看着她 我不是来接你的 此话一出 周围更安静了 黄炎炎脸上闪过慌张的神色 后又变成不悦 傅瑜 你什么意思 我从手中的袋子里 拿出两件大红色的内衣 甩到她身上 上面还残留着刺鼻的香水味 和淡淡的烟草味 可惜 我并不抽烟 你所有的衣物 我已经打包送到你宿舍了 没想到还剩下了这个 我冷笑着环视周围 我想今天的场合 你也许用得到 就赶紧给你送来了 黄炎炎 你以后千万别再联系我了 我反胃 我没想到黄炎炎会追出来 曾经就算我气急离开 她也不会来追我 而这次大概是因为 她真的丢了面子 她兼着声音 傅瑜 你一个农村出来的 高中时除了我谁 还愿意搭理你 你凭什么这么趾高强的 看 又来了 不过这次她说的没错 16岁那年 我转到了城里的重点高中 但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 浑身上下散发着吐气 没人愿意和我交朋友 还都笑话我 说我一定是靠建议勇为 才被学校录取的 一天放学 学校旁的死胡同里 我看到黄炎炎哭的梨花带雨 求几个混混们 不要抢她的钱 常年干农活 身强体壮是我的优势 我轻松将她救了下来 从此 她总是喜欢跟着我 逗弄我 也撒着教求我保护她 我曾经严肃地警告她 不要再跟着我 她却一脸委屈地盯着我 眼泪啪哒啪哒地掉下 我的心猛地一揪 从此 她的眼泪就是我的死穴 从此 我觉得在这陌生的大城市 自己也是被需要的 从此 我一心一意地保护她 爱她 接受她爱风爱完的性格 相信她虽然爱完 但只爱我一个人的说法 面对她的眼泪 我无数次选择投降 但现在 不会了 黄烟烟见我不语 以为我心软了 于是撇着嘴抓住我的手 赋予 我知道你还因为你妈那件事 而生我的气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我没想到 她会主动提起那件事 强烈地怒火 使我胸膛快要炸开 指尖不住地颤抖 黄烟烟 你怎么敢跟我提我妈 你要是还要点脸 就别让我再看见你 黄烟烟终于用尽她可怜的耐心 露出横眉冷目的样子 提你妈又怎么了 儿子从农村出来了 她就变金贵了 赋予 你还真当自己是根葱了 我能让你给我当备胎 那是给你脸 我黄烟烟将来找的男人 一定比你这种农村 赖蛤蟆强百倍 我紧咬着牙 将全部怒火和千言万语压下去 回应她灿烂一笑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因为黄烟烟 我没能见到我母亲的最后一面 前一段时间 黄烟烟突然提出 让我带她去周狱旅行一个月 我不禁皱眉 烟烟 上个月 咱们不是刚去过马尔代夫 那也不影响去周狱呀 黄烟烟挽住我的胳膊 我们宿舍的贾云去周狱回来后 总是跟我们臭显白 我真是看不惯她那个样子 我干脆告诉她 我老公也要带我去周狱呢 我有点为难 炎炎 咱们大四还没毕业 你不是还得实习 况且 我的小公司才刚刚有点起色 资金并不充裕 黄烟烟眼神瞬间按了下来 一把甩开我的胳膊 我不去的话 贾云一定会笑话死我 你明明知道我和她关系不好 还任由她嘲笑我吗 我不想让她受委屈 叹了口气 最终还是答应了她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 我洗了澡出来 看到黄烟烟慌张地 把我手机扔到一边 她在翻我手机 我内心竟然有点高兴 她翻我手机 说明她会在意我 会吃我的醋 黄烟烟表情有点不自然 刚才你妈来电话了 她说她一切都好 让你别惦记她 我内心更加喜悦 黄烟烟一直不愿见我母亲 现在能在电话里 能交谈几句也是好的 我当时不知道 我母亲打来的这通电话 是她这辈子播出的 最后一通电话 那天转天 我在农村的兄弟大胡 风风火火地冲到我家 揪着我的领子告诉我 我母亲病重 性命垂危 我的脑袋轰的一声 怎么也不敢相信 大胡动一句细句地骂我 我将她的话 拼拼凑凑才明白过来 前段时间 母亲出了事故 身体一直没恢复好 我回去看了她两次 之后一直瞎忙 没再回去看她 几天前 她不慎从楼上摔下 身体彻底不行了 这些天 她几次给我打电话 想让我回去看看她 都被黄烟烟接到 并且对了回去 兄弟帮母亲联系我 她便趁我不注意 把我母亲和农村 几个兄弟的手机号 都拉黑了 就为了不耽误 我带她去周围玩 大胡认识我们 高中的一个同学 就算我没怎么主动提起 她也从别的渠道 了解过我和黄烟烟的事 她劝过我 骂过我 都没能改变我 大胡气得满脸通红 富渝 你被她下了什么药了 你不知道她一直在背后 说你是舔狗 说这辈子都不会 嫁给你这个农村人 我许久不渝 一抬头 你是泪流满面 大胡被我吓得住了口 大胡 我抽气道 我妈现在在哪 我要见我妈 我立刻放下所有事 和大胡奔回老家 然而最终 也没能见到我母亲 最后一面 抱着母亲的一项 再看看手机里 一百多个黄烟烟的 未接来电 我仿佛突然对她 产生了生理性厌恶 爱与不爱 大概真是一瞬间的事 从那时起 我对黄烟烟的心 彻底死了 我看着给她的备注 百月光本光 忍不住自嘲地笑了 百月光 她真是玷污了 百月光这个词 转天一早 我被客厅 巨大的动静惊醒 是黄烟烟的妈妈 和她弟弟黄新又来了 我拧紧眉头 自从我们上了大四 我在距离学校 不远的地方 租了这个房子后 黄烟烟的家人 经常不打招呼就闯来 吃喝拿药一通 黄新一身肥肉 直接穿着鞋 躺进沙发里 边吃水果边 打开电视 我走到她跟前 拽住她的领子 一把把她甩到地上 黄母一声 尖叫冲了过来 你有病吗 你疯了吗 我冷冷地开口 给你们一分钟 从我家滚出去 否则我报警了 黄母瞪大眼睛 你什么意思 你敢这么对我们 见我冷脸不说话 黄母仿佛明白了 阴阳怪气地开口 你们终于疯了 我就说嘛 你这种农村来的穷小子 怎么配得上我们眼眼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一身穷酸气 还搞什么创业 有些人呀 努力一辈子 也只能赶上我们的起点 我冷笑一声 我知道你们的起点 但是你们未必知道我的 黄母当然听不懂 我在说什么 我将话题转开 黄燕燕的所有事情 能见人的 不能见人的 我都清楚 不想让我毁了 她傍大款的前程 就别再来烦我 我打开大门 请吧 黄母还想说什么 见我的表情 不像是在吓唬她 便翻着白眼 拉着黄心离开了 走时 黄心还不忘 顺了两根香蕉 我立刻改了家门密码 其实我一直知道 黄燕燕拿我当备胎 哪怕我生活的并不富裕 也让我充当她家人的提款机 但是我爱她 我潜意识地选择屏蔽这些细节 我原来以为 她一定是因为真的爱我 才舍不得离开我 后来我才明白 她离不开我 是因为再也遇不到 像我这么傻逼的了 我洗个澡 刮了胡子 穿上运好的西装 准备出发新型企业创业大赛 尽管我和黄燕燕分手了 但不能否认 这么多年 我一直咬着牙加倍努力 不为别的 就为了靠我赋予自己的实力 得到黄燕燕一家的认可 而不是靠我的亲生父亲 省城的商业巨头 傅启华 我怎么也想不到 被报错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16岁那年 我和我的亲生父亲傅启华相认 同时我也得知 跟我一起被报错的男孩 和我的亲生母亲 你在两年前的车祸中去世 我还有个哥哥 正在国外留学 突如其来的身份转换 令我恐慌 我舍不得独自一人辛苦 把我养大的母亲 舍不得农村的家 于是一直没有住到 傅启华的大房子里 母亲得知真相后病了一场 我怕会继续给她带来压力 还要求傅启华 对外保密我们的关系 傅启华不仅都答应了我 还对我表示认可 她觉得我不贪富贵 能吃苦 将来能成大器 只有上学的是 她说不能依着我 坚持让我去省重点高中 所以我能转到 城里那所重点高中 不是因为成绩优秀 也不是因为什么健义勇为 全都是傅启华的安排 我不希望黄衍衍 是因为我是傅启华的儿子 才认可我 所以一直隐瞒了这件事 现在看来 我的倔强 竟成了我在黄衍衍身上 做的唯一正确的事 不过后来 这种倔强 渐渐化为一种坦然 重要的 不是让别人认可我 而是我自己认可我自己 况且 我是傅启华的儿子 血缘关系在那摆着 这个标签 我是无论如何都甩不掉的 那倒不如让我的努力 和高起点完美融合 一加一 大于二 我突然有点好奇 将来有一天 黄衍衍知道 我是傅启华的儿子 会是什么反应 这一天 比我想象中来得早 因为生意上的事情 我和傅启华的联络多了起来 他把我介绍给不少朋友 我的人脉圈 一下子扩大了不少 创业大赛的第一名的成绩 也给我的小公司 带来很大利好 我受邀参加新兴企业家晚会 而女伴 我带的人是黄衍衍的社友 蓝沁 蓝沁是我们学校 计算机工程系成绩第一 而我也听说 他对创业很感兴趣 我第一次找到他 提出让他和我一起合作时 他表现出对我极大的反感 不为别的 就因为看不起我曾是黄衍衍的舔狗 我欺而不舍 多次找他 他终于被我馋得烦了 答应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我对他说 你真的愿意 让黄衍衍这种人 成为阻拦你成功的绊脚石 蓝沁轻蔑一笑 跟你合作就等于成功 你未免过于自信了 跟我合作 当然不等同于成功 我也绝不是对自己多有自信 但我相信天道酬勤 这个付出我无数心谢的企划 绝对值得 果然 当他看到我的项目企划书时 他郁佳发亮的眼睛 无声地告诉我 稳了 自此 我 蓝沁 大胡 我们三人各司其职 朝着同一个目标 忙 累 并快乐着 晚宴这天 富丽堂皇 功仇交错 蓝沁一身晚礼服 轻轻挽着我 我带他穿梭在人群中 介绍他认识各位行业前辈 就在这时 我感觉到一道目光剑一样射向我 穿过人群 我竟然看到了神色不明的黄掩掩 我早就听说 我离开他后 他急于认识各种富二代 不惜一切手段参加各种高端聚会 他竟只走到我面前 似笑非笑 行呀富丽 就你那小破公司 使了什么手段来参加这个宴会 不过 别以为你搂着别的女人 故意惹我吃醋 就能让我回心转意 没那么容易 我不禁笑出声 黄掩掩 你真是一点没变 我们是受邀参加晚宴的创业人才 你呢 他闪过一位不明的神色 目光在我和蓝沁身上几个来回 恍然大雾实地冷笑道 好啊 一个是我甩了的癞蛤蟆 一个是吃我剩下的接盘侠 你俩还真是般配啊 蓝沁一脸蔑视 鼻子哼出一声 黄掩掩 我奉劝你一句 棒上大款不是终点 套牢大款才是终点 这次你又棒上谁了 别又像之前一样 竹篮打水一场空 让我们跟着失望啊 这话戳到黄掩掩痛点 他目录凶狠 走进蓝沁仰手边要打 不想被我抓住胳膊 一把甩了开 怎么回事 忽然响起一道不悦的声音 一个梳着背头的年轻男人 走到我们跟前 黄炎炎喘着粗气 立刻紧紧搂住他的胳膊 亲爱的 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 我的前男友 我怀疑他们俩是混进来的 你赶快找人查查 那男人抬起下巴 眯起眼睛 不屑地眼神上下打量我 我爸他们真是 这么不仔细 怎么什么猫猫狗狗都能混进来 背头男冲我讥讽一笑 要是还想给自己留点脸 赶紧滚出去 身旁的蓝沁气不过 上前就要理论 被我按住他 钻紧的拳头 我笑着原话 奉还给背头男 别怪我没提醒你 要是还想给自己留点脸 就赶紧滚圆点 背头男先是一愣 然后骂骂咧咧地 推了我一把 忽然 一个身影冲过来 挡到我面前 上前就给了 背头男一个巴掌 背头男不可置信地捂住脸 瞪着挡在我身前的长者 爸 长者面无表情 挥手又给了他一巴掌 然后回过身 对我微微汗手 傅少爷 犬子有眼不识泰山 请别见怪 这两个巴掌音量不小 吸引来不少目光 周围响起 窃窃私语的声音 周叔 我说过 叫我赋予就好 我上前拥抱了周叔 然后目光转向周琴一 原来是周叔的公子 果然气势不凡 周琴一和黄炎眼 目瞪口呆地看看我 又看看周叔 我这儿子不成气 一天到晚 花天酒地不务正夜 周叔一脸的怒气不争 厌恶的目光 轻轻掠过黄炎眼 还竟交些 不三不四的朋友 我笑着摇摇头 周叔这话就严重了 我在创业大赛上 见过周大哥 我还要向他多多讨教呢 我掏出名片 递到周琴一面前 不知道周大哥 愿不愿意赏脸交个朋友 旁边的黄炎眼 紧紧咬着嘴唇 设向我的眼神极其复杂 似是怒 又似是悔 而周琴一脸红一阵白一阵 默默接下了我的名片 我拉着蓝沁 向他们点头致意 信不离开 身后响起周琴一 弱弱的声音 爸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 周叔再次给他脑袋 一记暴力子 傅启华 认识吧 那是这小子亲爹 送蓝沁回宿舍的路上 他斜着眼睛看我 阴阳怪气 怎么能劳烦傅少爷 亲自开车 送我回宿舍 我无奈笑了 不是故意瞒着你 只是 行了行了 我没那么八卦 蓝沁挥手打断我 不过我倒是真有个问题 你今天在黄炎眼面前 来这么一出 难不成打算挽回他 挽回他 怎么可能 这段时间 黄炎眼像个精神病一样 今天来哭着挽回我 明天来骂我穷光蛋 一辈子没出息 我从朋友处得知 他其实已经傍上我的富二代 可惜那人常年流连花丛中 黄炎眼只是其中一朵野花 那人就是周琴一 一次醉酒后 他对朋友哭诉 为什么别的男人 不能像富裕一样 对他专心对他好 他说 他好像有点后悔了 原本我已经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牵扯 但他的这种言行 莫名刺激了我 我突然想让他再后悔一点 我想看看 一天到晚骂我是农村穷小子的他 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 会是什么样子 老天最近真的垂碍我 今晚让我大获全胜 既完成了社交计划 又看到了黄炎眼精彩的表情 见我半天不作声 蓝庆觉得我像是在默认 提高音调又问一次 你真想挽回黄炎眼 当然不是 那你因为什么 我大咧咧一笑 因为 爽啊 转天一早 黄炎眼就出现在我公司门口 他嘴角青紫 眼睛通红 看见我直接就扑到了我身上 他指着商畜对我说 周琴一总是打他 拿他出气 还说 他一点也不在乎他离不离开 因为没有他 还有成百上千的女人 往他身上扑 还说 我有一百块钱 就给他花九十九 而周琴一有一百块 又打又骂 才给他三块 我扑斥一声笑了 见我发笑 他眼泪夺眶而出 富于 我不相信 你说不爱我就不爱我了 你故意带着蓝庆来气我 不就说明 你还爱着我 黄炎眼 你还不明白吗 我打断他 声音温柔至极 我让你知道我的身份 就是因为想要气你 完全没有别的意思 你千万别多想 黄炎眼委屈地咬住嘴唇 接着说 周琴一对昨天的事耿耿于怀 说将来一定要把丢的面子讨回来 他的手段出了名的脏 你难道不想知道他会对你做些什么吗 我摇摇头 盯着他的眼睛 轻声回答他 我不想知道 也不想再见你 别再来烦我 也别再想着骚扰蓝庆 黄炎眼胸口剧烈起伏 咬着嘴唇 死死地盯了我半赏 最终 笑着抹了把眼泪 傅瑜 你大概还是 小看了我黄炎眼 别忘了 你在我手上也有不少短处 既然如此 咱们就都别好过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我真有点好奇 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来 因为最近接连密集地参加各种论坛和宴会晚会 我在行业内名声小造了一把 一些杂志媒体争相采访我 偶尔还会上个热搜 蓝庆为此还拿我打去 傅少爷又当老板 又当形象代言人 身兼竖直 辛苦辛苦 大胡冲我一台下巴 小蓝你看他 离开黄炎眼之后 整个人都顺眼不少 连我都快爱上他了 我抄起个橙子扔向他 去你的 还不去见客户 我们三人笑作一团 这天下午 我们正开着会 助理慌慌张张闯进来 扶在我耳边告诉我 我上热搜了 是负面新闻 我打开手机一看 企业新兴富某夺冠靠关系 创业大赛作假 其实我知道数大招风的道理 最近我风头太盛 招惹是非小人 也是意料之中 但是这个人无视我父亲的影响 在我刚刚起步 就急于撤我的台 更像是和我有丝绸的人 傅启华办公室里 他的脸阴得快滴出水 是谁做的 心里有数吗 我点点头 只说了一句 您什么都别管 傅启华直直地盯着我 然后笑着拍了拍我的肩 这点小事还要牢蹋出马 我真是白混了 我和助理们一起 连夜整理了三份资料 一份是我上大学以来 多次尝试创业 从各种碰壁到小有起色 留存的影视和文字材料 另一份 是我参加创业大赛的全程记录 从准备工作到落地的各个环节 在附上和同期部分 参赛作品的对比 最后一份 我坐在电脑前 脸被屏幕的光映的发蓝 微微一笑 按下发送键 转天 周琴一就来找我了 当然 谁看到自己商业贿赂 侵犯商业秘密的罪证 被清晰地列出来 都会坐不住吧 从参加创业大赛时 我就对他行事风格有所耳闻 得知他是黄眼眼心对象后 我留了个心眼 派人多方留意他 搜集他各种违反规定的线索 果然排上了用场 我故意让他在会议室 等了我三个小时 当我姗姗来迟 他一个剑步冲到我面前 抓住我的领子 激动地面不抽搐 赋云 我劝你别太狂了 别以为你有个牛逼的爹 我就怕你 敢威胁我 你去打听打听 我周琴一是不是被吓唬打的 我抬手指了指角落的监控摄像头 坐下来慢慢说吧 别让我又多了个威胁你的素材 周琴一慢慢松开我的领子 坐进沙发 我给他倒了杯水 周大哥 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把这些东西 直接发给媒体吗 他愣了一下 明显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还能为什么 我们周家在省城也是有点分量的 在我的注视下 他的声音越来越不坚定 我缓缓开口 我虽然年轻 却也知道 做事要给自己留余地 周琴一神色闪过一丝不自在 我继续说 你是我前辈 我叫你一声周大哥 是真心想向你讨教 可你为什么对我案件伤人 我父亲和周叔合作多年了 我一直很想跟你合作的 你为什么对我敌意这么大 就算我这棵出长城的大树 有些招风 但要是没有黄炎炎的挑唆 周琴一能对我这么短时间 就这么大敌意 周琴一当然不会透露 是黄炎炎的原因 依旧不屑地看着我 语气却没那么生硬了 你是傅启华的儿子 还被称为创业新星 有什么好找我讨教的 还不是变着法的埋态我 我笑着摇了摇头 三人行还必有我师呢 你在商场摸爬滚打那么多年 雷霆手腕我早有耳闻 周琴一听我这么说 面色缓和些许 这时桌上他的手机亮了起来 来电人是黄炎炎 他皱着眉头按下了拒接键 我故作惊讶 周大哥 你还和黄炎炎有联系呢 周琴一立刻显出防备的神色 怎么 我和谁联系还要向你报备 别怪兄弟没提醒你 我低头抿了口水 这个女人嘴里没实话 周琴一放声大笑几声 语气讥讽 我说小傅 你这是一招被蛇咬十年怕紧绳吧 你被女人玩得团团转 不代表别人也像你一样啊 他话音未落 我就拿出了一支录音笔 里面响起黄炎炎的声音 傅于 我不相信你说不爱我就不爱我了 周琴一对昨天的事耿耿于怀 说将来一定要把丢面子讨回来 他的手段出了名的脏 你难道不想知道他 没等录音放完 周琴一面不争鸣 拍案而起 一阵风一样离开了 不知他如此生气 是因为被黄炎炎背后摆了一道 还是觉得在我这丢了面子 我摇着头叹了口气 周大哥这么沉不住气的样子 还怪可爱的 这次因为处置及时 也幸亏我有常年留存记录的习惯 算是转危为安 事情刚刚平息不久 蓝沁又告诉我一个奇葩的消息 黄炎炎最近傍上了一个新进导演 打算进军娱乐圈 我忍不住服 本以为终于可以过几天平静的生活 远离是非 黄炎炎要是进了娱乐圈 他一定会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点来炒作 也许我就是那个最大的炒作点 事实证明我是真的了解黄炎炎 很快网上就有了关于演员新人黄炎炎的通稿 再过没多久 黄炎炎富渝悄悄悄登上了热搜词条 点进去聊天截评里都是我曾经给他发的 舔狗专用土味情话 我本以为不会有什么人评论 没想到是我小看了吃瓜群众的八卦热情 富渝就是前些天上国热搜的那个富家公子 能让富渝当舔狗 这个黄炎炎有点东西啊炒作吧 富渝形象也不错 不会是为了来娱乐圈发展铺路呢吧 黄炎炎倒是回应得很快 修手机时不慎将聊天记录泄露 我和傅先生都是受害者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谁都有年轻气盛的时候 希望大家不要打扰素人前男友的生活 多多关注我接下来的作品 好家伙 我是第二个陈冠希呗 而且直接替我把事情坐实了 真是好一首自导自演 本以为这个八卦也就是昙花一现 没想到一连几天热度不减 蓝沁烦躁的一首翻着热搜内容 另一只手哒哒哒敲着会议室桌子 我垂着头躲在大胡身旁 你和黄炎炎的对话 还真是相当精彩啊 蓝沁咬牙切齿 富渝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 不嫌害臊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往事不堪回首 确实当过舔狗 大胡问我 黄炎炎没联系你吗 我摇摇头 他应该再盼着我联系他吧 蓝沁冲我一挑眉 下一步怎么办 你想好办法了吗 我再次摇了摇头 仔细想了想 又点了点头 确实有办法了 但不是我想的 昨晚 我的亲哥哥富荣回国了 一直听富启华说 富荣是个从小忤逆大人 不服管教的 非要和父亲对着干 出国学法律 父亲气得不给他生活费 他比父亲还刚 就真的没用父亲的一分钱 现在已经在引国法律界 小有名气了 现在亲眼见到他 我震惊了 他又瘦又高 西装革履 戴着金矿眼镜 更重要的是 他讲话十分温柔 丝毫看不出 是个从小逆反的 我和富荣略显尴尬的相认之后 富启华十分不满地 把目光转向我 其他什么地方都随我 怎么就看女人的眼光 能插成这样 我无语 她是在和我亲生母亲 隔空秀恩爱吗 这不挺好的 这么年轻 就把弯路都走完了 富荣推了推眼镜 不然交给我吧 挺简单一事 富启华点点头 冲我指了指富荣 他路子也 你就让他去处理吧 富启华离开后 我和富荣单独坐在一起 我犹豫着开口 谢谢你帮我呀 富荣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 眼睛里忽然闪过阴谋的味道 别泄太早 我帮你了 你是不是也得帮我 我一愣 帮你什么 你说 富荣 你年轻有为 一看就是遗传了咱老爹 优秀的经商基因 将来他的生意就由你接手 你们千万别打扰我的主意 我有点发猛 为什么呀 因为无聊 因为没劲 富荣面露嫌弃 你要是能答应我 我把话放这 以后遇到什么难处 哥都能给你摆平 我有点没转过面来 稀里糊涂就硬下了 好 好吧 不过哥 你打算怎么解决 我那破事啊 富荣戳了一口茶 哥告诉你 目光不能停留在一个点上 一定要一点待面 见我一脸茫然 富荣扁扁嘴 冲我挥了挥手 没事了 你回去等我信吧 年底 公司业绩在创新高 公司上上下下喜气洋洋 对公司的第一次正式年会 我自然十分上心 当天也请来一些关系不错的媒体朋友 富荣也来了 神神秘秘地靠近我 丢下一句 一会儿你上台后少说两句 有个礼物送你 就溜达走了 我一脸疑惑 这说的什么跟什么 因为她的这句话 我上台时还真有些紧张 很快 我就知道她说的礼物是什么了 我刚说两句 身后的大屏幕里 竟出现了黄烟眼的录像视频 视频里黄烟眼素面朝天 一脸民众的开口 大家好 我是黄烟眼 我为我之前对富渝先生的所作所为道歉 我那时年轻不懂事 伤害了富渝先生 也伤害了很多人 我还试图利用富渝先生的身份来炒作 我做的事对社会百害无一例 是非常错误的示范 我会退出娱乐圈 加强自身修养 希望富渝先生 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 全场哗然 我惊讶地看向富渝 远远地 她勾起嘴角 冲我举起酒杯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富渝的这份礼物 我打算借花献佛 可能是看到瞬间围住我的媒体 富渝猜到了我的意图 冲我笑着点点头 我接受了媒体的临时采访 并且授权媒体对此事进行第一手的独家报道 自此我的公司还和几家媒体达成战略合作 一个新近小演员和一个商圈小老板的瓜 虽然远不会炒得热火朝天 但也足以给我的生活造成不小的震动 估计对黄燕燕的影响就更大了 好在这令我困扰的抓马大戏 在上了几个莫名其妙的热搜后 终于安全着陆了 黄燕燕道歉视频 赋予傻黑田 人傻钱多赋予 我无语地看着这些热搜 问身边的富龙 到底做了些什么 富龙取下眼镜 闭着眼 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 黄燕燕他那个猪一样的弟弟 竟然调戏女孩子 那女孩家人出了名的不好惹 直接讹上黄燕燕他们家了 要两百万 黄燕燕怕影响自己的星途 也不敢跟他棒的老板提 他着急筹钱的时候 我托他公司的一个同事 给他介绍了一个网贷公司 他和他家人就上钩了 三个人都用身份证贷了款 然后吧 我又找人把他这事 还有之前名声不好的那些事 都捅给了他公司老板 他老板觉得 他一身黑料是磕大雷 还没什么值得捧的优势 就提出解约 黄燕燕哪意啊 说他公司违反合同解约 要去告公司 他老板完全不理他的查 告诉他尽管去起诉 到时候他一身黑料彻底被曝光 不仅娱乐圈混不下去 没准还会沦落到人人喊打 黄燕燕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的朋友 就是那个网贷公司老板 闪亮登场了 那人告诉黄燕燕 还钱的是好说 但是要求他向你公开道歉 并且让他以后 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其实要我说 黄燕燕他弟 很有可能是被仙人跳了 不过吧 恶人自有恶人魔 谁也别说谁 第二季度还没结束 今年的业绩就完成了 我让大家轮流带心休假 今晚还在大家的呼声下 组织来酒吧玩 大概因为我本身就不爱玩 酒吧这个地方我真是待不住 就在我犹豫着要先离开时 蓝沁神秘兮兮地靠近我 赋予 黄燕燕拉黑你了吗 见我一脸疑惑 蓝沁接着说 你知道吗 黄燕燕把我们所有同学的微信 都拉黑了 他根本就不是踏实肯干的人 总想着走捷径 应聘工作都是没多久就被开 据说后来在快餐店打零工 再后来就不知道了 我没说话 其实黄燕燕并没有拉黑我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这个名字了 那些开心不开心 都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 直到前几天的深夜 有个语音通话把我吵醒 我睡得迷迷糊糊 但是没等我接起来 对方就挂断了 是黄燕燕 我无意中点进去他的朋友圈 曾经他的朋友圈 从不发我的相关 但我依然每天会看 现在 他只有一条置顶朋友圈 是一张我俩背影的照片 配上了几个字 往事不可追 我忍不住冷笑一声 这小伎俩 还真是一点没变 和大家作别 我提前离场 没想到在走廊里 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竟然是黄燕燕 他果然还是老样子 几乎是同时 他也看到了我 却慌乱地低下头 用长发遮住脸 转头就走 这时我身后有个年纪 略长的女人 喊他 小燕子 还不快点过来 客人催了 他定住脚步 慢慢地转过身 依旧低着头紧走几步 与我擦肩而过 闪身钻进一个包厢 我愣了一瞬 抿了抿嘴 大步离开 凌晨 我最后一次 接到了黄燕燕的来电 他许是醉了 在电话里哭得撕心裂肺 傅瑜 你来接我好不好 这次不用我给你发位置 你就知道我在哪 我等你 好不好 你原来那么爱我的 怎么可以说不爱就不爱了 你给我一次机会 这次让我给你做背开 好不好 其实据我所知 贷款公司并没有对黄燕燕紧追不舍 但是他坐不到脚踏实地 依然总想着走捷径 想着一夜之间 飞上枝头变凤凰 不仅如此 他还想要爱情 他想要的太多了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了口 黄燕燕 留恋空中楼阁 最后倒霉的是自己 我们都在往前走 希望你也是 无视黄燕燕继续哭喊的声音 我挂断电话 他应该是听不进去的 想要改变一个人 太难了 我抬起头看向窗外 业务散去 月光皎洁 往事确实不可追 但今后的路 只能自己走出来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